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大家心里面很多人心里面 其实焦虑感忧郁其实都增加很多 所以建议大家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 当我们的幸福感增加的时候 其实免疫力就增加 那其实现在真的很多人都在想 谁是天选之人 让我们自己成为天选之人 我在这里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在疫情刚开始没多久的时候 在英国伦敦的皇家自由医院里面 做一个新冠的人体实验 这个实验其实有点残忍 他找了36位年轻人 从18岁到30岁 身心非常健康的年轻人 来做这个实验 那这些都仔细挑选过 他没有慢性疾病 他没有各种的身心的状况 是很健康的人找了36个年轻人 这实验怎么做呢 就直接把新冠病毒从鼻子把它喷进去 那来观察这些人 这样直接喷进去的状况会是怎么样 他们在这个严选的过程花了90天 仔细的去观察去寻找这些人 在跟他们喷这个新冠的病毒之前 前两天就开始隔离 隔离当中就开始采集他们的这些 学艺这种各种的样本 这36个年轻人除了身心都很健康以外 也都没有打过疫苗 所以是在很严格的条件之下选出来 从鼻孔注入新冠的这个病毒之后 同样的每天都严格的观测 直到28天 28天之后还是有陆续的追踪 那结果很有趣 这36个人有18个人有确诊 那另外的18个人当中 有一个是无症状感染 有17个人是完全没有感染 所以这真的是天选之人 我们每个人都想当天选之人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我怎么样当天选之人 除了我们上一集分享的磁心官 当你的心是这样子强大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免疫力就增强很多 那再来这些科学家就很好奇 就来分析这些人 为什么他们不会确诊 那他们也分析这些确诊的人 他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的状况 那后来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发现说要怎么样能够增加我们的免疫力 那我想其实现在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热门的话题 大家都在想 我要饮食方面我要怎么去做到呢 我要去做哪些运动呢 我想这个很多人都在讨论 尤其什么要吃维他命C 要吃维他命D 还要吃心或者是吸等等的 这些东西能够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健康 那还要多运动啊 要跑步啊 要快走啊等等的 或者静坐啊 事实上有很多人提到 这个时候要需要静坐 那总而言之呢 在这个实验当中 他们发现不会感染新冠的 这个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身体 第二是心理 第三是精神 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三个东西是什么 那但身体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我要多吃一些维他命啊 让我们的饮食能够均衡啊 那我要做一些运动啊 心理方面是什么 接触正面的事物 或者说多接触一些艺术的东西 让我们的心情能够保持比较喜悦 比较愉快 然后就是改善我们的抑郁 忧虑压抑这样子的焦虑 这样子负面的情绪 所以这些呢 我想我们从我们上一集讲到 当我们常常练习磁性观 练习快乐惨法 把我们的忧郁这些情绪 能够比较容易的放下来 那第三个精神层面 精神是什么呢 他这边提出来的重视人生的意义 然后自我实现的价值 第三个善良诚实 第四个宽容宽恕 其实我想这些在精神层面上 我们在上一集讲到的这个磁性观 其实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在精神层面更提升 所以总而言之 要让我们的免疫力增强 其实从身体 从心里把我们的压力 把我们的压力减轻 把我们的压力丢掉 然后再来让我们的精神的层面能够提升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德菲莎修女 她能够她的磁场那么强 洪老师 洪启松老师的磁场能够那么强 就是因为在精神层面方面 具足很高度的能量 所以从刚刚这样子的这个实验 我们总结一下 其实就是像洪老师在绝世代讲堂 第一堂一开始提到的 我们在这样子的时代里面 我们要让我们的身心健康觉悟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身心健康和觉悟呢 我们除了上次讲到的磁性观的方法之外 我们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两个方法 让大家能够身心能够健康能够觉悟 所以第一个是属洗法属呼吸的方法 属呼吸就能够做到这么多吗 是的 其实我想很多 很多减压的课程 瑜伽或者很多这方面的课程 其实都和呼吸有关系 人其实我们身心是很紧密很紧密结合的 那我们的身和心中间还有一个就是呼吸 也就是说今天当我的身体是很放松的时候 我的呼吸自然会变得比较平 比较顺 比较细 比较深 比较长 那当我的呼吸变得比较深 比较细 比较长的时候 我的心情就会比较喜悦 所以同样的我今天我的心情是喜悦的人 我的呼吸绝对是比较深 比较细 比较长 那当我的呼吸变得深 细 长的时候 我的身体就会变得健康 所以身 习 心 这三者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那同样的我今天看到如果我今天看到一个人他是心情很不好的 压力很大的 你会发现他的呼吸绝对没有那么顺畅 他的呼吸可能比较短 比较急促 或者比较浅 等等的 所以我们不管从身下手 从心下手 我们的呼吸都会慢慢的变得又深又细又长 所以我们来看鼠息法 鼠息法到底要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不去控制呼吸 我们用正常的呼吸速度 尽量去感觉我正常的呼吸 我们平常随时随地都在呼吸 所以你真的要去感觉 我什么时候呼吸的时候 一般人比较难感觉 而且会很不自觉的 我就会去控制我的呼吸 所以我们尽量去感觉 我现在气息出来一次数一 出来第二次数二 我真的没办法感觉的时候 可以把手放在鼻子这边 感觉一下 哦 原来我现在空气出来了 气从鼻子出来了 数一 再来数二 慢慢的 我手不需要放这里 我就可以感觉到 哦 现在一 现在二 现在三 那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发现说 我今天比较累的时候 奇怪 我的这个呼吸好像比较短 或者我觉得今天心情比较不好的时候 好像呼吸比较没有那么顺 我今天生病了 这个呼吸好像比较没有力气 所以会发现我们的呼吸其实是随时随地 它都不一样的样态的 但是不管我现在的呼吸是长是短 是深是浅 我就是去感觉我正常的呼吸速度 出来第一次数一 第二次数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数到十之后 再回来从一开始数 不用急 也不用担心我到底数得好或数得不好 什么叫数得好 什么叫数不好 我们现在不管它 我就是很清楚地去看到我的呼吸 去看着它出来就数一 再出来数二 那这样子练习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在看到好处之前我们先看看 我这样数一数 数一数 奇怪 叔叔忘记了 开始想我今天很烦人的事情了 开始想到我明天还有一堆的事情要处理 想了一堆了 我数到哪里 忘记了 没关系 任何时间我发现 我居然没有再数呼吸了 再回来从一开始数 随时忘记了 忘记 可能不知道忘记多久了 但是我想到的时候再回来从一开始数 或者我今天这个数的已经很惯性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继续数下去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任何时间我发现我数超过了 其实为什么会数超过 因为我脑袋又开始想别的事情了 任何时间我发现我数超过了 我再回来从一开始数 慢慢的你会发现 我再来 我不会数超过 也不会数忘记了 我什么时候做这练习呢 其实不需要拘泥一定的时间 随时随地我有空 或者我现在不管我心情好心情不好 我都可以坐下来数一数我的呼吸 那我常常这样练习 常常这样练习 后来慢慢的我会发现 诶 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以前刚开始数的时候 会数超过数忘记 现在不会数超过 不会数忘记了 这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好像我的心情变得比较平稳 我们以日常生活中来看 那我们在刚开始数呼吸的时候 会数超过数忘记的这段时间 我的心境 跟现在不会数超过 不会数忘记的时候的心境 好像不太一样 好像觉得现在比较 没有那么烦躁 心情比较好 或者甚至会觉得 我好像早上比较不会有起床器 我比较容易起床了 或者说我的睡眠品质增加了 会很自然的不一样 其实因为我们在这样 慢慢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呼吸越来越顺畅 越来越绵密 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我们的身体的体力慢慢的越增加 所以我们的情绪也会越来越好 我在这样数下去的时候 我会发现 诶 我之前 前一段时间已经开始 不会数超过 不会数忘记了 但是我现在发现 那个时候 其实我心里面 还是有在想事情 现在很清楚的 看着我在数呼吸 不再想事情了 偶尔有念头冒出来 诶 我可以不跟着他走了 我很清楚的看到 我现在有个念头跑出来 等一下要做什么 但是就停住了 我继续数我的呼吸 我会不会跟着那个念头跑了 然后等一等 数一数 又一个念头出现了 可是我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念头 我不会跟着他跑了 这时候 其实当然我们的专注力就更增加了 或者说我们的定力又更增长一步了 这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在平常日常生活中 其实身心也是会有改变的 会怎么样改变 你会发现 以前可能莫名其妙 就跟人家吵架了 或者某一件事情 火气就上来了 现在可以看到 他现在讲这句话让我很不爽 或者现在发生一件事情 让我心情很难过 我在情绪爆发之前 我就看到了 也许我还没办法控制住我的情绪 但是我可以先看到 当我可以先看到的时候 慢慢会发现 我不再受这个情绪的左右了 当我们在静坐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我在数呼吸的过程当中 我可以不跟着念头跑 这时候在日常生活中 也许我还没办法做到 但是我至少可以 看到我这个念头发生了 看到我的心 看到我的情绪慢慢上来了 那当我在继续练习数呼吸一段时间以后 我在数的过程当中 我很确定这个念头上来 完全我的心是自在的 完全不动 完全不会受它影响的时候 发现生命当中好像也不一样了 我在家庭在工作当中 有任何事情上来的时候 我可以看得很清楚 或者说我今天有好多件事情 我现在要牵手牵眼 好多事情同时处理的时候 因为我的脑袋变清楚了 我可以同时看到好多件事情 但是这些负面的心念不会再动我的心了 所以数呼吸 光是一个数呼吸 它慢慢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能够让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大的改变 有人会问我要多久才会有改变呢 其实这看我每天练习的时间花了多少 其实我比较偏向我们每天都练习 我做个三分钟五分钟都好 每天都练习比我每天没有空没有空 星期天有空星期天好好来练习一整天 这样的效果比不上每天的练习 或者随时随地 我有空就做一下有空就做一下 或者说我就睡前躺着的时候 我失眠睡不着觉 这个方法很好用 但是你可能会发现慢慢发现 我还没数到几下呼吸 如果你真的很用心去数的话 很自然很快速就睡着了 而且你的睡眠品质会变得很好 所以总而言之呢 我们常常练习这个数呼吸的方法 让我们的身跟心都变得更健康 但我们的身心呼吸变得更健康更稳定的时候 我们的免疫力当然就增加 我们再分享第二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走路的方法 走路走路还要讲吗 曾经洪老师在美国的有一场演讲里面 好像是在欧海洋大学里面的演讲 讲完以后 有一位六十几岁的一位教授来 结束的时候来跟洪老师说 哎呀我今天听完这个演讲 我才知道我活了大半辈子 我现在才知道我吃饭睡觉走路我都不会了 我现在要重新开始重新学习 为什么说走路要学习或者说 为什么说走路可以帮助我们身心安定 其实这个方法我发现对很多专注力不足的孩子 或者甚至是情绪障碍的孩子 帮助非常非常大 那我有一些在小学当老师的朋友呢 告诉我说 当他的孩子学了这些方法之后呢 居然孩子会主动跟他说 老师我现在想去走走路 可以带我去走路吗 那他知道说 当这些孩子情绪上来的时候 发现他们走走路 身心就稳定下来了 那我也曾经有好几个孩子跟我说 他们本来都需要吃药的孩子 那他说我发现我可以靠着走路 我就可以不需要吃药了 我如果这个问题上来很严重的时候 我去走走路就好了 走路这么神奇 那这个走路怎么走呢 我们平常在走路的时候 如果说我这个手是我们的脚掌 我们现代人工作压力都很大 所有都在赶赶赶 所以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一步还没踏稳 我们另外一步就上来了 所以永远都是这样很急促的走 我们在平常的时候练 不需要真正我今天要赶上班 我要赶上学的时候来练习 先从平常练习开始 慢慢的我们也许在日常生活的走路 或者在上下班上下学的途中 也可以这样练习 但是刚开始建议大家 就在你的房间里面 在你可以有很完整的时间的时候来练习 怎么练习呢 假设这是我的脚 我踏上去 这个脚踏上去地板的时候 踏上去 确定我的脚趾 脚跟脚掌 把我脚掌的前后左右 全部踏到地了 每一块肌肤都踏好了 我再提起另外一只脚 那我提起另外一只脚的时候 我这只脚一样 我脚趾脚长 脚跟全部都踏稳以后 这只脚才提起来 不要这只脚一碰到地 这只脚就提起来了 很多人都是这样 还碰到还没站稳 这只脚就提起来 那同样的这只脚还没站稳 这只脚就下来 这只脚下来 还没站稳 这只脚又起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 慢慢一步一步来 我们先看着我这只脚踩上去了 踩到地以后感觉 我的这个脚趾头碰到地了 脚掌碰到地了 这个脚的中心点也碰到地 脚跟也碰到地了 慢慢的不要急 所以我才说 我们这个要需要 先在房间里面先自己练习 然后再踏上另外一步 一样我确定我全部都碰到了 再提另外一只脚 我发现这么简单的动作 但是非常难 难在哪里 难在大家 这个脚还没站稳 这只脚就已经提起来了 还不知道 就都觉得 我有照这样走 可是我发现任何人 只要他真的这只脚踏稳了 再踏另外一只脚的时候 不需要走很多步 就自己觉得 我好像心情变好了 我好像烦恼怎么突然间 比较不见了 所以我们试看看 所以我们试看看 如果你觉得 阿干我快 没关系 我走个三五分钟 但是每一步 确定一定要踏实在了 会发现 这个是一个很 让我们 身心很快速平静的一个方法 同样的 这个我们心情很快速能够平静 我们的身体也很快速能够很好 为什么 我们其实当我们的身心的气脉 能够到达末梢 脚底这个气脉能够到达通透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绝对是比较健康的 而且这样走走 你会发现 有些人可能末梢都手脚冰冷的人 走一走 我的手脚也比较暖和了 所以我们试看看回去的时候 慢慢的这样子走这样走 那我们这样走得不错之后 我们可以再有进阶的 我们进阶板怎么做 我每一步踏上去的时候 我们之前只是确定 我的脚真的全部都有碰到地 因为真的一般人好难好难好难 这个要让他觉得全部碰到 踩踩下一步 那个心都太急了 好我们现在真的都可以做到的时候 我们在感觉 感觉我的脚趾头的骨头 他也掉下去了 他也踩到地了 脚掌的骨头 脚跟的骨头 整个骨头都下去了 我的肌肉 每一寸的肌肤都下去了 脚趾脚掌 脚跟的肌肉都下去了 我们的心 如果这时候再更细一点 我每一个细胞整个都很安安心心的 都踏上去了 都踏上去之后 这时候 在他另外一只脚 一样我的骨头肌肉细胞 每一个都很稳的 这个脚趾脚掌 脚跟全部都趴上去 我再踢另外一只脚 在这样走走 我会觉得 我真的不需要走多少 我整个人就好放松 心情就好喜悦 然后觉得身体好像也越来越健康 所以这个方法 提供大家 没事练习走走路 你会发现 当我在自己家里这样练习 我可能每天练个三五分钟 慢慢的 我在平常走路不赶时间的时候 或者出去散步的时候 会发现 我走路好像也越来越贴地了 走路也越来越稳了 这时候我出去散步的时候 很快速的很容易的心情就很好了 那再来我们在这样持续练习以后 你会发现 我好像平常随时走路 不管走快走慢 都是OK的 刚开始我可能需要走很慢 怎么走得这么慢 我才能够确定我每一步都走得很好 但是慢慢的 当你这个已经养成习惯之后 会发现 我不需要很刻意的 我随时随地 我的脚趾脚长脚跟都是踏地的 我随时随地的 我骨骼肌肉细胞全部都是放下来的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 你随时随地 就是这个正能量的能量发电厂